涉案的13男6女全部事業非法賭博 其中一個47歲的男人說是賭檔的主持人 和4個協助經營賭檔的男女 其他人都是賭客 他們由探員逐一押上警車押走 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根據線報 凌晨採取行動 抵擊搜查青山公路22號一個單位 發現這批男女正在屋內進行網上八家樂 麻雀和排狗等賭博活動於是將他們拘捕 行動中檢獲17萬元現金和一批賭具 警方說這個賭檔是由有黑社會背景的集團操控 專門接待附近雙屬的街坊或經介紹的人到來賭博 香港歡聞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